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打cv2csie.ntu.edu 你把它连进来 然后这里有个link 你就点进去 可以线上上课 然后之后也会把影片放到YouTube 这样你们也可以停课 就不用动作在底下 OK 了解 谢谢 它是线上吗 就是不会是影片 就是直接 对 就直播 对对对 你说如果课后要听的话 我可以 我把它录起来 然后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也可以其他时间听课 好 谢谢 那我可以问一下 你们是用这版 这版 这版有什么电子书可以看吗 电子书好像没有欸 对啊 新版本 是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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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再放开 然后就放电子上去 看到 然后 然后 ... 然后你再放电子书可以看 那我再放电子 然后我再再放电子 好 那咱這次的可以 對 這次可以 今天很厲害 我把你的影片放在這邊 然後你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開 然後 這樣應該就可以 那影片就是我課獎一獎 然後覺得差不多就可以放 可以放 就是你到一個段落 對 一個段落就可以放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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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先開始 直接開始 好 好 喂喂喂 嗨大家 我是上課的江澤 我是 資管三的彭奇任 我要開始講今天的課程了 然後我負責是第二張 線上網路連接和通訊 然後這是這堂課的大綱 我先簡短介紹一下網路的變遷 然後 先讓你介紹一下 寬命網路連接 以及 就是 講解IP位置的目的 還有 它和網域名的關係 以及 介紹 瀏覽器的 特徵 它的功能 還有 然後介紹一個網址 它的各種 部位代表什麼意思 以及 以及 介紹如何要 如何建構有效的 搜尋文字 還有 介紹 線上社交網路的 好處以及風險 然後 描述 介紹各種不同的網站 以及 介紹 網站如何使用圖像動畫 聲音影片 還有虛擬時間 以及 介紹 E-mail和E-mail清單 以及 網路傳訊息 聊天室 以現場聊天室 等各種東西 還有 VOIP 還有FTP 這些東西帶來我們來解釋 你可以先看一下它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 還要介紹一下網路裡的規矩 好 現在的話 再講的是第二章 同期證 大家如果第二章講得好的話 到時候 請大家舉手 對 說他講得好 希望幫他爭取 一萬塊的現金 所以大家可以投給我 可以投給我 然後 網路 網際網路就是 各種不同網路的集合 所以就是像他們 就是很大的網路的集合 的意思 然後這些網路會串聯著 上百萬的商家政府機構 還有教育機構等 然後你們會看一下這個圖片 就是 網路會連接世界各地不同的 使用者的政府機構 然後網路的起源 在1969年9月 是美國的機構 Apranet 就是一個網路 它一開始 讓科學家 在 就算在不同的地點 也可以互相傳訊 互相通訊 然後即使其中一方 受到戰爭波及 或者是 因為什麼事情 而無法 上網的時候 就是這個網路 還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然後 Apranet 是一個東西的簡協 你們看 你們看一下它 就是 講這樣 講一下嗎 好 Apranet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 中文呢 中文 進階搜尋 這裡不是搜尋 你是要搜尋 這夠意思 就是 進階研究的 網路 對 計畫的那個 辦公室的網路 對 進階研究的那個 計畫的辦公室的網路 這個我順便 我順便補充一下 意思的話 網路這東西 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重要 那個 美國 一般來講 比如說像俄國 跟那個 就是 烏克蘭現在在打盪 那其實不只這樣子 將來 如果 老共跟我們台灣 打起來的話 其實 一般來講 我會想到的 軍事力量的話 都是軍事 巨方的人 國防部的人 但是事實上 有一個民間的人 現在的話 是站著舉足 輕鬆的地位 你知道是誰嗎 跟網路有關的 我給你提醒一下 中華電力已經接近了 但是呢 是在烏克蘭 跟俄國 那邊的上面的 的衛星 Statefax的誰 老闆是誰 Elon Musk 對 Starding 因為他現在的話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評比 尤其是對戰爭來講的話 因為他如果把 那個 烏克蘭那邊的 Statefax的關掉的話 他的權力把它關掉吧 關掉的話 烏克蘭可能很多東西 像一些護人機 或者是他 前線的一些坦克車 或者是這些 前線的這些V9 都沒辦法傳回去 他的 國防部的做戰中心 所以呢 他現在的話 是 應該可以講說 此老百姓裡面 影響力最大 對戰爭影響力最大的 就是Elon Musk 他可以決定 哪個戰場 烏克蘭那邊的話 整個把 Statefax的關掉的話 烏克蘭的國防部的話 都會很長 OK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繼續 就是 網路與網路變遷 1969年 剛剛提到的 Apranet正式上千 他的使用 然後直到1984年 Apranet還只有 1000個使用者 但是到現在 有上環的使用者 包括你和我 都可以使用網路 然後 接下來是講 如何連到網路上面 然後上面的標題 就看不到 就是 設備問題 那個想辦法把它弄一下 這個 好 然後 就是 網路會分成 有線和無線連接 然後用有線連接 你的電腦 或者是你的裝置 就是 透過線 就是 cable 透過一些電腦 或者是電線之類的 會連到傳輸裝置上面 然後就算沒有 Compensation 就是傳輸裝置 連絡裝置之類的 你還是可以用 無線數據器之類的 讓你的電腦 可以連到它 然後可以透過它 再上網 就是 像剛剛提到的 電腦可以連接到 數據器之後 就可以直接上 或者是可以用類似這種 小型的 無線的 網路連接器 它連到上面 這個可以連到 學校或你家裡的網路 然後就是各種不同 有線和無線連接網路的方式 像第二 Cable Internet Service 就是像你家 用電視上網 就是像什麼 南桃園或之類的東西 上網的話 就會上面那一個 然後像什麼 Fiber 2 然後第三個 TDP 就是光纖上網 然後 無線的也有分很多種 像是Wi-Fi 就是很正常 大家應該都會用Wi-Fi 或是Mobile broadband 就是 帶回介紹到 就是像 就是 好的 待會兒再講 好 像光纖上網的話 你家的那個 R有用MOD嗎 那我 我家你有 所以是用那個 R就是 有線電視那個 對 對 我家的話用的是MOD 那個 TOM ATENTION 的MIDI-ON 裡面 就是用那個光纖 直接拉到 口下去的裡面 然後像 Mobile broadband 就是 無線寬頻 都要給你的機器 然後你可以用它上網 之類的 可能去國外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這種東西 然後 就是 關於網路 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 如果你在公共場合 就是人在打手密碼之類 有些人可能會從你 callman 就是說 我可以看到你的密碼 就把它寄下來回家用之類的 然後就是像網路上面也一樣 就是 如果我連到 一個陌生的網路 它沒有密碼 那我連上去 可能我的個資 我上傳的一些 信用卡資訊 當然會透過這個網路 被傳到其他人那邊 就是所謂的 over the shoulder snoopers 所以 在使用公眾網路的時候 要小心這些問題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的 有很多種 連接網路的方式 有些很無線的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就是 剛剛老師有提到的 衛星網路 然後 熱點 Hotspot 就是手機應該也可以開動 熱點 就是你可以 把你手機當成 網路分享器 然後其他人 點到你的手機之後 你可以再透過你的手機 來連接到網路 然後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就是 提供網路的人 他可能是免費 或者是需要錢的 像 一般的中華電信那種 應該就是算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然後 Bandwidth就是 寬頻 就是 衡量你網路傳送速度的檔位 這應該蠻 大家應該有聽說過 Megabyte Gigabyte 這些都是 衡量你 網路傳送速度的大小 或者是儲存空間的大小之類的 那 3000倍的話 那是什麼 TB Therapyte Therapyte 是 然後 這邊就是各種不同 上網的 上網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的網路流量 像譬如說 你傳電子郵件 但沒有附件 情況下 G100則訊息 大概只有使用3到6Mbps而已 然後可以讓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覺得我全部講完 後也太索碎了 等一下吧 比如說 用那個 RVoIP 你 我們這場什麼時候 會用RVoIP 像什麼 用手機講電話 首先 講LINE電話 其實應該都會是RVoIP 或者是用Facebook的Messenger 那個講話的話 都是用RVoIP 那是不是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嗯 用網路 線上雲傳輸協定 用那個 網際網路的 那個通緝協定 來傳輸聲音 是 然後這是你 比如說我要上網 的一些步驟 然後上面其實就是 就是你家 然後你比如說 我要求一個網站 對 我要求一個網站 那我先把網站 傳到我的數據器這邊 然後數據器之後 你不要用雷射銅碟 對 謝謝 在WebX上面的同學 可以看得到 你再聽一次 像這邊 比如說 我傳一個訊息說 我要上網 然後我去一個網站 然後被送到 數據器這裡 然後接下來會被送到 比如說 像這邊是透過電視傳輸的 就是剛剛 第一個提到的那個東西 會被送上來 然後會被送到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提供你網路的人 就是像 一般如果是中華電信上網 就是送到中華電信 接下來 他會再把你的這個要求 傳輸到 就是透過網路 傳輸到主機那邊 就是提供 這個網站的人 然後他會再把這個東西 主意傳過來到你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去 你指定的網站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我點個名一下 葉佑銘 等一下 你講第四張 那等一下 結束5.20的時候 你留下來 我們要先預 那要確定 然後那第五張的話 高預期 好 然後IP位置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什麼是IP位置 比如說我上PET的時候 你留言 或者是你發文 他們都會顯示 就是四組數字 四組數字 然後用頂格看來 可能是三位數之類的 就是你IP位置 像台大有一個IP位置 是1.2 這個場地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然後domain name 就是網域銘 比如說像台大 就是itu.edu.com 那edu跟com都是網域銘 然後就透過一些方式 他會把你的 比如說我把 我打一個網址 上面有網域銘 跟一些有的沒的 他會轉成一個IP位置 然後他會把這個網址丟到 DNS domain name service 那邊他會把翻譯成IP位置 然後傳給你 然後把他傳回來 然後你就可以用IP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用IP位置 去要求這個網站 說我要上這個網站 然後有一些 有分不同種的 IPv4的 address 長這樣 然後用IPv6 就會比較長 然後也長不一樣 然後domain name 就是剛提到的 然後有分些什麼 差不多在後走面 就是像.com.edu 或.gov這些 都是差不多在後走面 然後對 這是剛才講 上面這邊有TLD 就是差不多在後走面 但 在下面 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會有各種東西 像什麼.gov就是 government 或.museum 我比較少看到 但是這代表說 museum 跟.org organization之類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邊是剛提到的 就剛有講到 就是你比如說 我打一個網址 然後會丟到 DNS server domain name server那邊 網址丟過去之後 它會回傳給你 你的IP位置 比如說 IPv4 IPv6 然後用這個位置 就可以上了 比如說我去google 就打這個 然後傳回來之後 我就會到google那邊 然後接下來是 Web 就是 就是 全世界各種 網站的集合 然後 Web pages跟Web site 不太一樣 就是 一個網頁 就是Web pages 比如說我打 GNTU的網站 這個就是一個網頁 但是Web site 就是比如說 我點進去各種不同的分析 會比如說 到什麼交互處系統 什麼 交互處系統 這些整個加在一起 就是台大的Web site 然後 然後 HTML 就是 Hypercess 就是你一個 一個網頁 為什麼會講不上 就是用這東西去組合出來 還有用什麼 CSS跟JavaScript之類的 會建構出來 你所看到的一個網頁 然後這部分 比較複雜 大家有興趣可以修網 然後 然後 瀏覽器 小米大家按個 放個笑話 好 一段就放笑話 謝謝 然后关于手机我们要看 教会自己他到底是什么运作人 可以把他导致弄 我随便请 那个IP的话事实上是 比如说像我们实验室的话是 那个带368 然后368里面的那个 我们的实验室的号码的话 OK 所以比如说我们实验室的话是140.112.3.1.22 那另外可以用的很大 像2324这些的 所以这个是我办公室的 那我们实验室的数字也是差不多了 那所以呢我们的话 电脑上面的话 你装起来以后 你在IP integration 就是你的那个网纪有部的中心协定 在做配置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说 我这个号码的话呢 是比如说140.112.31.22 对应到的就是 VisionVISION.CSIE.NT1.1.2.3.2 那这样的话呢 两个画面都会配起来 如果已经有人在用140.112.31.22的话 那他就会侦测到那个有冲突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你要用另外一个号码 对手机上面的话呢 那个它是用所谓的其他的一些 所谓的Virtual address 就是说像中瓦电信的话 那他的话呢会用那个 用一些虚拟的那个位置 因为中瓦电信的话呢 所分配到的那个 中瓦电信 然后现在是三大 然后一些 那个 对三大的话就是中瓦电信 远传电信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长龙大哥大 所以他手机上面的话呢 它是用虚拟的 因为每个手机上面有那个SIM卡 那SIM卡的话呢 会帮你那个 产生出虚拟的那个位置 所以呢 你的信息会到你这里来 不会到别人那里去 所以我想你换这个码球出来 应该是 你换SIM卡的话 那个是会换拉机 不过对你来讲的话 你不大会感觉到 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它SIM卡跟 那个 手机跟那个 中瓦电信的机台之间 已经把它换去掉了 所以你不需要感觉到 这件事情 那我有问题 说我在网咖 然后我们 每台这样 就连 嗯 这些 这些装置的IP 它都会被 不会 因为网咖里面的话 它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现象 第一个 如果说网咖的话 每一台都有一个IP的规矩 那很简单 事情就直接过来了 那有可能的话呢 也有类似那个 中瓦电信那边 对手机来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会给你一些虚拟的一些 那个IP的Adress 所以可能同一个网咖里面的话呢 虽然它真实的 IPAdress 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比如说那里面的 二三十台 它可能只有两三个真实的 IPAdress 但是呢 它进来以后 它会有一些虚拟的那个 IPAdress 它会送到你该去的那部电脑 那个有可能 你那个爬闯出去的时候 那个 太多了 那会造成所谓的这个 我们一般有这种供给化的 所谓的DOS Denying of Service 就是让它拒绝服务 拒绝服务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们要上台大的这个 网站 比如说你要上去查成绩好了 好 那你要去查成绩的话 那个 一般来讲的 那个网址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呢 你如果这部电脑 图板同时发射 比如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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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上去 然后开台大的那个网络的话 那 这样的话呢 台大的任何电脑 其实都受不了这些事情 所以呢 它就会 证测说 到底是谁 送了一亿的那个 请求进来 要开这个网页这样子 然后呢 它查你的这个IP address 那你这个IP address 那你这个IP address的话呢 如果到底去送的话呢 那它觉得 你这个是 开个供给的 所以呢 它可能就把你那个 把 那个 就是把你禁止掉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它禁止的话 可能就整个某一个台课 还可以掉 嗯 那意思就是 等不止它在台并 周围 它 的 其他电脑 这个就看 这个 到哪个地步 像我刚刚讲嘛 我们台大的话呢 台大吃东西这边的话呢 是140.12.31 像我的办公室可以用22 也可以用23 也可以用24这一类的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工作站实验室 那是1.37 所以有可能 像如果是我们系上的 那个从这边出去的 那个駭客攻击者 那有可能它一禁的话 就不光只禁我的那一台 140.12.31.22 那有可能一禁的话就是 140.12.31.32 从那个R0一直到25 那255台全禁 但是照理来说 安心应该没有 规定不要连号 差不多要 不一定的要连号 但是呢 一般来讲的话 它会 check那个domain 所以比如说 像你现在用的 这个 台大的那个email 随时 那这个 通通可以直接上书去管 那或者是 你就算不是在家里的话 你直接在家里 不是在学校 你直接在家里的话呢 用设所谓的VPA VPA就是所谓的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就是虚拟的 那个私人的网路 那虚拟的那个网路的话呢 它那个server那边的话 又不是台大的server 所以呢 它那个 你要去那个download 入门的时候 他就会检查 你是不是台大的这个 把server如果是的话 它就让你download 就算你在家里也可以用 所以这个是当学生的一个 那个优点 因为你毕业了以后 对我所知 好像一两年以后 他们就会把你的那个 VPN的那个权限拿掉 你就不能在那个 因为那个图书馆的话 他认为你这些学生 又再是校友 然后他的email 的话 那个可以 VPN直接可以检查的话 但是那个他也认为是 使用者的数量字 所以他过了一两年 他就把你拿掉 所以台大的这个账号 是很宝贵很重要的 好 好 我们继续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点吧 你看懂 那是鸟张嘴巴吗 还是怎样 对是鸟张嘴巴 OKOK 哇路跑到家里来了 哇 这太夸张了吧 这是什么东西 哇哦 哇哦 好 好 谢谢观看 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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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花草 这东西我一起 这东西我小 这边放黄 差不多好 好大概三分钟 三分钟一个片看 好 好那我们继续吧 这边刚讲完了 对刚讲完了 好浏览器 就是像什么 Chrome或者是FiveFive 或什么 Edge就是浏览器 这样你可以上网的东西 就叫浏览器 然后主页就是你点进去之后 当怎样那叫主页 然后像现在翻浏览器都支援 分页就是你可以看多不同页面的 不是就只限制一个 然后页面分页就长这样 上面会有这样这样的tab 应该在下面 红色点那边就是你可以开很多不同的分页 然后像 像这是CDC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之类的 这边有点小 HCDC就是Protocol协订 然后接下来会有 Postname 就是大部分的应该都是 Tradio 然后接下来会有Domainname 然后 路径就是 比如说像我进到这个网站 NPS-G 我可以点进去之后 比如说我要点某个东西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History的地方 我点进去之后 它就进到这个 tab里面 然后再点其他地方 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就类似你 这样上面的 比如说资料价的位置 应该有的是类似的显示方式 所以你只要设网图就是网图 它从人类似的显示方式 想要 网图就不要 要这个程序 应该都是随便你 就是你像比如说 NCP-G 就不在连接时研究 比如说这个这个网 网域 然后后面那些东西 我可以加这个网域上面 加一个网络似似的 类似的东西上面 但是如果前面有没有叫改画面 你就租另外一个地方 那你就要另外花钱 所以自己价公司 通常会有人想要花那么多钱 这样价 然后Web App就是 它是一个应用程式 但是你可以直接透过你的 浏览器 去上这个应用程式 你不需要在另外 比如说花钱 或者是另外下载的应用程式 像很多 比如说你电脑中的 Google Drive 或这样的OneDrive 都是这边的属于Web App 你可以用各种各种装置 上这个Web App 然后不用下载 主要重点是不用下载 可以直接用 浏览器上 你可以在你的笔电 你可以在你的平板 你手机之类的 电视也可以 就是可以直接上去 用一些Web App 然后接下来介绍 各种各种网站的类型 就比较琐碎 但大家应该都听过 这些网站的类型 像第一个 很基本的搜寻引擎 像什么Yahoo啊 或是你Google的Google 就这样去点击去Google 你可以打搜寻栏那边 所以就是搜寻引擎 那火鍋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搜寻引擎 我想大家应该都是用Google啊 然后就是 类别路径 它可以就是把网页 分成很多不同种类的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分成 运动的或者是什么 购物的 就是相关的 网站 然后这件事就是 像Yahoo提到 会介绍如何有效的搜寻 像譬如说我可以在搜寻栏那边 加空格 或者是用plus这个东西 它就会出现相关的东西 然后or 就会出现其中一个 就是.or puppy 它就会出现其中的给你 就是像 这样的括号 它就是说 我要什么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就比较琐碎 然后简的话就是说 我不要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像 potation mark 对 这样的话就代表说 一定要自断文字 一定要符合这个东西 才会显示给你 然后像还有一个信号之类的东西 然后有很多种不同的网站 像 刚提到搜寻引擎 或者是线上社交网路 就是你每天用的Facebook之类的 然后Information 或Research之类的 Wikipedia 你可以算这种东西 然后Media Share 就是分享 什么媒体嘛 就是照片或影音之类的 像YouTube就算一种 open market 这个东西我 上网查一下 但我 比较 比较觉得 属于这个 现在应该只有 Pinterest而已 然后其他东西 我找不到属于这个类别的网站 然后还有新闻 3D新闻之类的 天气 什么装气象局 这些 各种类别的网站 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 然后这就是 这个文章有点被切割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其实讲就是你的 社交网路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社交网路会包含 比如说你的名字 然后有可能包含你的住址 你的照片 你的电子有些联络方式等 然后有一些社交网站 是要双方的同意 你才能成为好友 像比如说脸书 就是比如说 我跟你要加好友的话 你要双方同意请求 你才可以成为好友 或者像他有提到的加程式也是 然后像比如说什么 推测 或者是instagram之类的 这种东西 我可以就是说 我可以单方面追踪你 然后你可以按 确定 或者是你其实公开帐号 你就不要按确定 这样就只有单方面的关系 随便讲 只有这种简单的东西 然后 personal use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在你的网站上面 比如说 更新状态 你分手 你可以状态更新 status update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在那边做不同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 我分享照片 这东西不会出现在 我脸书的个人画面那边 它出现在一个newsfeed 就是你的 那个feed 对 我不知道你翻中文 就是一开始脸书点进去 我怎么特别的脸进去 就是脸书点进去 脸书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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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看到就是gps 所以会存心 也会一直资讯 我可以在上面打卡之类的 我用脸书 我什么推特打卡 然后你附近的家人 朋友就会知道你在哪 或者是什么 附近的商家 也可以透过gps 分享 优惠资讯给你 然后还有其他不同的种类 educational 就是教育网站 台大应该算教育网站那种 business government or organization 就是商业机构或政府机关的网站 然后blocks 现在比 应该比较少用blocks 然后wiki 就是刚刚有讲到 wikipedia算一种 然后健康 还有fitness健身 或者是什么 对类似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science 科学网站 应该 反正网站类比很多种 这边大概就是讲一下说 这些网站 然后像这边就是你可以上什么 这个网站 webmd 你可以上去看 比如说我现在头痛还是怎样 你可以查一下就是怎样 可能会有这种症状 就是癌症了之类的 然后 videoshare insight 就刚提到分享媒体的 youtube算一种 或者是 现在好像还有兴起一些新的带路 比较少用 然后就刚刚有听到printerest 你可以上去分享你的照片 或影片之类的 让我其实还是搞不太懂这个网站 他到底在干嘛 对 然后就是气象预告的网站 你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 你可以上什么 装西洋域之类的 这边是美国的 你可以什么 上台湾装西洋域 看什么台风 到底走了没之类的 那个海魁时代很厉害 他不只出海了以后 然后又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他到了香港那边的话 就是大雨嘛 然后他们的水坝 就是开杂 然后放水 然后他的一些残雨的一些 就是昨天在嘉义那边 然后那个 今天全台湾就是嘉义那边 那个不上课 然后那个 那个村长 那个尸体 本来是今天要出病的 结果昨天晚上被土石流一烟 然后那个 花了三个小时才 又挖出来 好 我们进去 那些种的话 就是要上那个 我们的气象网站 就算是海魁残雨的一些水器 都足够把一个 乡长 他本来今天要出病的 那个冰柜整个 把它盖住了土石流一烟 大家台风的时候 可以多去看气象网站 我都会去看 到底隔天 会不会放台风家 然后就是 这边就是 有重复的介绍 刚刚普通的网站 就是刚刚应该有介绍过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加深点记忆 然后就是 IRS就是算税的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就是美国啦 台湾好像没有吗 或者是 我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台湾就是国税局啊 国税局 这是美国的国税局啊 对 就是要上去报税 你可以上去看你的 应该叫多少税之类的 然后就是 就是书商 或者是做钱包的人 他自己推销之类的 就是说 我追踪这个东西 在推特上追踪 这边被挡到了 不过这个叫做 Discovering Comp on Twitter 就是可以去追踪这个东西 他会跟你分享一些科技性质之类的 然后这边 他有强调说 你是学资讯相关的东西 你都应该追踪这个账号 大家听听就好 然后就是刚才有提到Wiki Wikipedia就是一种Wiki 类似我不知道怎么讲的 字典吗 或之类的网站 他会放各种 不同的有的讯息在上面 应该大部分的讯息都可以上去找 Wiki的最原始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直接上去写 就是 所以呢 像Wikipedia的话 就是 看着那些网 每一页的话 其实都可以 一般的使用者 任何人都可以上去写 但是呢 他也会有一个审核的机制 然后 那有时候同样一件事情 可能两方的看法不一样 然后都会 我改你你改我之类的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基本上 其他比较没有争议的事情 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好 可以放个下话吗 好 没问题 可以下话 麻烦你 我认识 我放你这边 不要争议 我快点 可以 好 looking what's 好 小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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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等於他們給你吃掉了吧 吐司 太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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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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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应该差不多了 嗯 好 这边就是呃 还有各种不同中卫网站嘛 还有很多娱乐性的哦 Bank and Finance 就是像你如果用邮局或是任何的 现在应该大部分的金融 就是银行都会有这种 你可以先上转账之类的 就是属于这种 然后像这个旅游之类的 就是你可以上旅游网 可以找比如说 哇水管是哪里玩 然后零售溢价就是卖东西的嘛 Mapping 就是地图啦 就像Google地图 因为大家都用Google地图嘛 然后 这是美国一个银行 就是 就是会有这种的 你可以在上面 转账之类的 然后刚刚提到的 台湾的应该大部分有这种功能 那Mapping就是Google地图 简单说的就是地图 然后 就是Amazon 就是刚提到的就是卖东西嘛 你刚才当然买 大部分东西应该都买得到 所以 现在其实大部分不用出门 可以是用这种东西直接上网卖 然后 还有更多的网站 这样 就是职业的 就业倾向 E-E 任定银行之类的 e-commerce 电子商业 跟网站管理和营运 以及 Consent Navigation 然后Portles Portles 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第一蛮模糊的 我去做一点研究 它搞个网站在干嘛 就是ROOF的网站 然后就是 Consent Navigation 就是把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 比如说像什么 Yahoo之类的 上面搞一堆奇怪的 各种奇怪的网站 比如说新闻 或者娱乐相关的 把它全部挤在一起 就算是这两种网站 然后 Portles MSM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 它把各种资讯塞在一起 比如说天气预报 什么 哪个名人出示的 资料之类的 就把它全部塞在一起 然后 Consent Navigation 这一样是把东西 塞在一起 所以我其实不太想 这两种差别 如果有工学知道的话 可以告诉我 所以一样把东西 塞在一起给你 这样子 然后 这边其实就 刚刚讲的 它再把它放置而已 是 推特也不是也是打卡吗 像我说就是网站 它做短网址你可以直接点 就是说是没关啊 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比如说 DITLY 什么东西的 那是说网址吗 就点进去之后再跳转 对对对 Portles 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它那个 短网址的话 真的就是 让你少打几个字 然后直接就可以过去了 Portles的话 像Yahoo这样 把所有的对系 可以使用 直接全部都在一起 对或者是说 短网址其实只是要 什么诈骗网站 直接这样就放出来 对对对 对对对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 网址发布一个网站 网站发布就是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有些计划说 网站想要干嘛 然后它有什么功能 它要讲怎样 所以你要自己去打扣 然后上传之后 也不是传上去就好了 你要维护 有人攻击网站的话 你要怎么办 之类的 或者是网站久了 要更新之类的 这些东西 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边就是 刚刚讲的一些细节 不然的website 你要这网站要干嘛 你要有什么功能 之类的 然后design 就是这个部分 讲怎样 它有什么颜色之类的 什么东西要放在哪里之类的 但这些细节 我在这边不多谈 就是大概这样子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邱旺福 然后这边介绍各种不同的媒体 就是网站 如果只有文字的话 是很无聊 然后就是你会放些多媒体 在你的网站上面 它跟文字结合 你网站看起来 比较有趣生动 你会放什么 图像动画 或者是什么声音影片 甚至是虚拟实践 在你的网站上面 然后graphic 就是图像 就是非文字的东西 就是统生图graphic 图像 然后各种不同的格式 你可以放在你们上面 然后就是上面 VMP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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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你可以放在你的网站上面 或者你一般照片 你也会储存这些格式 然后它们储存方式 都不太一样 然后这边就是 刚刚讲的这些网站的 缩写它其实代表这些意思 然后它的用途 直接显示在上面 那随便取一个 Gi 就是 会动的图片 但没有声音 那也不是影片 因为它支援的颜色 比较少 所以它可以跑比较快 就是不用那么大的 储存空间 然后其他东西 就请各位自己看一下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那个 压缩的话最常用的是 这个GiTAC的则式吗 对 对 大家最常好 提到的 压缩的话 是这样的最配合是 Joyne's Photographic Birds Group 就是 减证图吧 对 然后它会把它压缩整 那个一个一个 880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那个 传输的时候 它的那个 啊 就可以省掉很多的 这个传输的这个 啊 就是平凡 那也可以 储存的时候也可以 那个啊 省掉很多储存的空间 这样子 对 感谢老师的 中 哦 刚刚提到的 你的网站 这个文字很无聊嘛 所以它加 这是动物园的网站 都不可能只有字 所以它加了什么 绿色的东西 还有像熊猫之类的 常见度 所以这不是常见度 这是 爆吧 这类的东西 所以你网站看起来 比較生动 不然一堆字 真的不会有想点进去 这样子的话 就是看起来是一个 动物园的网站 然后常见度在下面 没有啊 我会不会是每天会用 然后就是资讯图表嘛 就是 你有很多资讯 但是说 我只用文字给别人看的话 就是看得头很痛 所以比如说 我可以把 这些资讯简化成一个图表 可以用原病图 或者是 各种不同的强调图之类的 来代表我的 统计资讯 就是 可以让 看的人大概了解说 我在干嘛 然后你再仔细讲解 这样大家不容易抓到 你到底在干嘛 然后动画就是 连续图片嘛 大家应该也有 演概念 然后 就是 Audio就是 声音啦 你可以是音乐 或者是演讲 或者你讲一段文 直接都是Audio 然后上传到 网络上面的话 就是为了节省空间 通常就是 quake complex 就是会用MP3档之类的 因为WAV档 比较占空间 会压缩之类的 这样就比较不会占空间 然后你会用 Media Player 在你电脑上 听这些东西 像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用Windows 用播 Windows Media Player 用来播什么 声音混 这个MP3档 各种档 甚至影片档 可以播 然后虚拟实行 就是 哦 影片就是 连续播放的图像 刚刚有提过 然后虚拟实行 就是用 电脑来模拟一个 3D的环境 然后像这边就是 你可以去 上 去这边 这个网站 你可以去用VR 然后可以体验 双子座的旗号 里面到底长是怎样 你可以用电脑 我手机就可以上网 那双子座的旗号 是太空船之类 我也没有很了解 我只知道说 有这个网站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 外挂程式 就是在你的游戏器上面 可以增加一些功能 比如说 我可以装什么 当广告程式 我就会有广告 或者是其他有的没程式 大家可以自己 有兴趣再来找一下 然后 我们来播影片好了 麻烦了 好 谢谢观看 谢谢 谢谢我们下课吧 好大家下课时间到 那我们就下课一下 是没有多少 OK好 可以慢一点 再慢一点 好 OK 慢一点 好 看你下课 我们要把视频的用完 通常这会上完 就是如果这张提前结束 就会接着下一张 好 可以 不然你等一下可以问一下 好 说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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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可以按一下 我们下课 よろしく 我联系 先说 给我们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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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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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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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L 好 你直接 这个可以吗 好 对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所谓的Post Office Protocol 就是所谓的邮局的这种通计协议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Windows嘛 那也有那个Enix嘛 那也有那个 像Makintosh的这些 这些平台 那它们不同的 直接的话呢 虽然它们不同的平台 那但是呢 它是遵循的这一类 这一类的 proto就可以了 对 对 都是 更加的 没有他们 这样的 大家通通要 遵循这个的话 那你就算是 那个Makintosh的平台 上面的话呢 它的那个 email的程式的话呢 也是遵守这个东西的话 那或者是我是用Windows的 那个 我在我方式用的是 那个 Windows Live Mail 那 那个Windows Live Mail 的话呢 像Windows 上面的系统 或者是Linux上面的 我也有用Linux上面的 那个Mail的系统 那它们之间 通通虽然是不同的架构 但是呢 它只要推行的这个 POP 这个互相之间 可以穿 嗯 那你 谢老师 回到我们的头语片 那不是 我们现在看个短片 对对对对 消化屁股很重要 所以这句话会跑来 谢谢你 那他踩自己的耳朵 哈哈哈哈 太可惜了 谢谢 谢谢 拍摄 这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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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强壮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刚好差不多了 谢谢观看 那我们继续 谢谢观看 网站或应用程式 这样你可以跟其他人一起聊天 或者是跟特定群体的人一起聊天 不只是一个人 像LINE的群组都是这些 对像LINE群组 或者是什么Facebook Messenger 都可以开群组 或Discord都是这种东西 然后你可以用 就是你可以透过网路 你可以传续 传续到主机之类的 然后其他人可以看到说 我要买什么手机 之类的讯息 那 Online Discussion 就是线上论坛或线上讨论区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上去讨论特定文章 像国外很常用Reddit 或者是Discord 或什么PT 都是这种Online Discussion 的platform 或是像这边应该 这边用的是Google 就是你在讨论 或者是可以恢复进来留言 就看起来会长相 然后 这是刚刚的那个Mail List 就是如果你说 我要就是加入这个Mail List 的话 那 这个host 就是负责管这个Mail List 这个我所有产品推出的时候 我干嘛的时候 就会寂寞通知你 然后 对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就是 利用网络协定 传续你的声音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 我才可以用Line 或者用Message 的讲话之类的 或者甚至是用 视频电话 我可以同时 就是类似直播吧 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 对 就是视频之类的 欢迎也到发 像那个 就是VTO Conference 像比如说 我的 我跟我太太都在台北这边 那我二女儿的话 她在台中念 那个 中国医药大学的中一系 然后 我大女儿的话在高雄 然后那我三女儿的话 在那个 香港 所以呢 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 那个我跟我太太还有 那个二女儿她有时候 都会回来台北嘛 那我们就可以 那个 用Line的群组的 那个video的 的通话 然后呢 就可以跟我大女儿 在高雄 和我三女儿 在那个 香港这边 然后你这样可以看到 那个 视讯 也可以聊天这样子 那这些都帅 对 对 那你谢谢老师的补充 现在已经不只是voice 那是video 也over internet 好 那我们继续 然后 像 这个就是 在讲说 刚那些东西怎么 帮助你的生活 比如说 你现在是 一个 自由业 然后你负责什么 那这边我 对 你要负责在花店 布洛克的po 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 适合的名字叫网红 对 对 对 你要负责po一些文章 这是花店 然后 你今天 要介绍一款花 那我可能上wiki 然后确认这朵花 有花语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布洛克上面 就会吸引其他人观看 但是像你这种网红或布洛克 这些 你的职责可能就是要 传输正确的资讯给其他人 而不可能是 就是 放假资讯 或者是放 不相干资讯给其他人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现在就是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 大家要当心了 然后像当然 使用者 应该要 然后 去检查 就是 这些视频到底是不是属实的 然后像这边就是 讲mail list 到底可以干嘛 这边讲是 你可以看你电子有件 然后你电子有件 你电信公司 之类会寄账单给你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 平板电脑 或者甚至是手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这个月怎么花费多少钱之类的 或者是有什么 防败 或者是房租之类的 东西 然后 这些 然后就是下面这边讲到的东西就是 因为现在线上付款方便嘛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 打信用卡 号码密码 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付款 但是你也要当心就是 一些网站才会窃取你这些东西 到刷你的信用卡 这些东西就是 值得要小心注意的 或者是诈骗集团 或者是钓鱼的网站 钓鱼的那个 电子邮件 是 现在这种东西很多不穷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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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讲就是 晚上你可能要帮别人 跟别人一起做作业 之类的 然后就会有些网站 就是说 应该有很多这种网站 就是 你课本说问题的答案放在上面 然后 接触这种行为是 不道德的 所以 应该要 避免这种行为 对 对 所以大家要避免这种行为 都不能超作业 可以对答案才不能超作业 然后 FTP Fail Transfer Protocol 就是 档案传输协定 就是你要遵守这些协定 才能透过网路来传送你的档案 然后 许多作业系统 像 MacBook的作业系统 或者是一般的Windows 甚至是Linux 都遵守这些协定 才能传输这些东西 然后 FTP Server 就是 一个Server 然后 你的电脑可以上传 或下载这些档案 就很简单的这个概念 然后 这边讲到的东西就是 网路礼仪 就是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就是网路礼仪 你应该遵守一些礼仪 比如说 不可以在网路上骂髒话 我可以 做一些 不道德的事情 不可以公审别人 之类的 网路上面的行为 都是要负责的 而且现在 有什么 就是 会肉梭啊 所以 在网路上面遵守礼仪 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影片 嗯 麻烦 这两个有 晚点 刚刚 休息的时候 你要点吗 刚刚 没有 下课 下课点 对对对 下课点 4点20到4点30的时候 要点影片 好 下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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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次小强真的很强 哇 这次小强真的很强 下课点 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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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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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 对 对对 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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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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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